那我今天所要講的第一個笑話 應該也是最後一個 那講完笑話之後你們就應該要點播 看看時間夠不夠我能不能再講第二個 就是 從前有兩個兄弟在國外殺了人 結果他們要被送到國外的法庭審判 那父母聽到之後非常的擔心 於是那兩個人就是父母就告訴那兩個兄弟說 你們在法庭上面要唱一個中華民國送 那樣的話法官會認為你們很愛國 搞不好可以減輕你們的刑罰 那所以啊 那父母就教那兩個兄弟去唱這個中華民國送 然後隔天啊 審判開始 法官啊 就問這兩個兄弟說 你們在哪裡殺了人呢 這兩個兄弟就齊聲唱到 青海的草原 殺了多少人呢 法官就問這兩個兄弟又唱到 一眼忘不完 你們把屍體藏在哪裡啊 西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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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常在哪幾個山峰啊 風風相連到天邊 你們殺了哪一些人呢 不省看線線 你們為何而殺人呢 在這裡見家園 你們在什麼情況下殺的人呢 風吹雨打鐘 天啊 太恐怖太殘忍了 你們殺人的過程總共經過多久 送禮五千年 法官就問哥哥 你來自哪裡啊 哥哥就唱到 中華民國 他在問弟弟 那你呢 來自哪裡 中華民國 你們知道殺人要判刑了嗎 他經得起考驗 你們接下來還要殺人殺到什麼時候 只要長江黃河的水不斷 然後法官就問哥哥 如果你出來了 你接下來還要在哪裡殺人 中華民國 再問弟弟 同樣的問題 中華民國 那你們這個殺人總共要經過多久啊 千秋萬事 直到永遠 很好死刑